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后世的一个抬股 到底怎么看 会如何来做演变呢 他是会 是又要开始 另一波的一个起功的一个开始 还是说 弹上来之后还会再向下 其实看法很简单啊 之前老师就跟他说过了嘛 我说就是震荡嘛 那么震荡的一个目的是为了什么 就是仿佛的一个上冲下起 他的目的是为了一个什么 就是为了一个走更长远的一个路嘛 你想想看 从过去啊 在前年2012年啊 当时候台股在7050点 然后累积一波啊 到最近的一个高点 8978点 累积一大波的一个涨幅 超过了27%这样的一个涨幅 已经累积一段了 那么我问你啊 如果说他今天 他要能够持续往前冲的话 他要不要先做一下整理 当然是要啊 所以这个很清楚了嘛 在震荡的一个过程当中啊 就是看个股嘛 所以我常说啊 今天我们在股票市场上啊 我是希望大家 你必须要知道的是啊 到底现在的一个控盘者 他到底在想什么 为什么 在这个时间点 他会做震荡 那么震荡的一个目的是为了一个什么 当你能够了解 当你能够掌握之后啊 那么你才能够啊 赚的长长六九九 不是吗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啊 在2月5号 当时候 当时候大盘的一个情况 当时候跳空大跌 重挫200多点 甚至啊 盘中最低来到8230 好多人啊 看到台股要崩了 好多人看到台股要跌了 当时候也同样是美股啊 在我们的一个过年期间 美股是出现的一个重挫的一个格局 所以台股2月5号 宣传开完盘 进行了一个补叠的一个状态 在补叠来到8230点的时候 你看老师就事先规划好了 所以当时候为什么我说 这个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你要赶快伸出手来捡黄金 结果你可以看到 这一波从8230点 最佳的一个买点开始 我们带会员朋友所操作的一个股票 你人生 你只要能够抓住机会 你看这样一波段大涨上来 超过八成 超过八成的一个获利 包含当时候的一个什么 连接器的一个转机王的剑核心 也是一样 当时候在3月7号的时候 2月5号的时候 37块 你看是不是最棒的一个机会 最棒的一个买点 结果一波涨上来 先来到多少 将近五字头 五字头震荡之后 然后3月7号演讲会场上会告诉大家 他还会往上冲 结果再冲到六字头 你也都看到了 包含的 我们的IPC制裁的一个力望 你看从100块 带会员朋友买进 然后一路标到多少 247 你只要掌握这样一次的一个机会 你看从100到247 你的资产就翻了几倍 1.47倍 然后来到247的时候 很多人告诉你好的时候 我告诉你什么 我告诉你不要再追了嘛 结果你可以看到这一波就开始杀下来了 杀下来的一个杀下来之后 然后后市到底要怎么样来看呢 什么地方还可以再买呢 老师都帮大家规划好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后来在2月21号 大盘就如同我们的规划 从8230点一路的一个大涨上来 来到8612点 好多人又在担心了 哇 前波8600这边 前波的高点是不是会有压 可是你可以看到 当时候2月21号在台北的演讲会场上 当时候老师就跟与会的一个投资朋友说到 我说第一个阶段就是上看多少 8988正乎100点 我说在4月底之前 会让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机会 当时候很多人好担心的一个时候 结果你可以看到 后来怎么样 为什么老师算法是先看8988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什么 时间波 时间波还没有到嘛 很多人说21个月大转折 我告诉你后面还有更大坡的一个急速 28个月 后面还有什么更大坡的一个急速 推重的一个台股的一个上涨 并且就空间坡来说的话 我们帮各位已经计算到8988 结果你可以看到 这一波 先上来8787 然后再拉回来 因为学运的一个事件的影响 来到8208 又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机会 又是再次进场的一个大好机会 结果你可以看到 在这一波 不论是啊 我们带会员朋友所操作的一个怎样 隐形的一个冠军股 还有什么志冠 以及包含什么 连接财户之门的一个连结 各位 你看 随便一档的一个股票 两档至少都是三成五成 甚至倍数以上的一个获利 赚钱就是要这样子来赚的嘛 然后后来你看 随着一个大盘的一个指数 你看 大盘的一个指数从8508点 再度来到8978 跟我们的一个怎么样 预估的一个目标价 我们当时候的一个预估目标价 在什么时候 在2月21号就已经预估了8988 正乎100点 跟我们预估的一个目标价 你看差几点 10点而已 差10点而已 来到8978的时候 我就告诉大家 这个是一个家工秀 北风北的一个大连装的行情 这个时候我就告诉大家了 关键时刻 关键转折 你在这个时候 有些股票你要特别的一个小心 结果你可以看到 这一波的一个大盘 就是从8978这样这几天 这样的一个杀下来 这几天这样的一个杀下来之后 那么后市的一个行情到底怎么看 后市行情是不是都没有行情了呢 就不会再涨了吗 很多人都说 哎哟 最近的一个怎样 大大格指数的一个暴跌哦 台股哦 是不是就一定会跟着暴跌呢 各位 实在想太多了 我知道有很多的一个分析师在那边恐吓你 在那边吓你 从当初啊 当时候的一个8230点 最佳的一个买点开始啊 好多人在那个地方啊 拼命在看快行情 拼命在放空 甚至后来啊 再一次啊 来到啊 8500 8600的时候 很多人告诉你啊 在这个时候啊 你要持续加码去放空 结果台股一路的一个嘎上 到啊 8978点 来到8978点的一个时候 这个时候啊 很多的一个看空的一个老师啊 又告诉你说啊 哎呦 美股的一个重挫啊 所以啊 台股啊 哇 在这个时候也会跟着重挫啊 各位啊 是这样看的吗 今天美股的一个拉回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它是经济的一个因素吗 还是因为短线涨太多 所以它短线上在这个地方 美股会做一个拉回呢 这个很重要啊 并不是说今天美股跌 美股重挫 哇台股就要 一定要跟着一个往下的一个灌纱嘛 所以我才时常跟大家说嘛 我说啊 今天啊 我们做事情啊 我们绝对要有大方向的一个眼光嘛 还有大气大破的一个果冠率嘛 当你的格局有多大 你的财户才会有多少嘛 所以像这一波啊 美股的一个下跌 那么台股 它就一定会跟着产跌吗 我告诉你不是这样看的 原因很简单嘛 结构不同 位阶不同 状况也大不相同嘛 大壮嘎光秀的一个福利之后 接下来行情我就告诉过大家嘛 他就是上冲下行 上冲下行当然就是什么 换手整理是为了走更长久的路嘛 所以他是看个股嘛 然后换手整理过后啊 紧接着因为我们年底还有721的一个选举嘛 所以接下来还会再应运一波的一个怎样 多头的赛局 为什么是这样看 各位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的一个什么 的一个美股啊你看 纳斯达克指数从过去2810点 然后一路飙涨 在2012年然后飙涨到最近的4371点 大涨的幅度超过55% 那么相同的一个期间 台股从7050一路涨到上礼拜的高点8978 大涨了27.35% 也不过才怎么样 也不过才美股的一个一半而已啊 所以为什么当美股在那边重挫产跌的时候 但是台股反而没事情嘛 台股顶多是 好像蚊子被打一下在那边上冲下洗而已嘛 对对 那么在经过这一次的一个上冲下洗之后 这一次嘎空秀的一个小确讯之后 那么未来的大确信 下一波台股的目标 他会看哪边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都帮大家规划好了 第二阶段的一个目标 短线震荡整理之后 第二阶段目标要上干九字头了 到底是九字头到哪边 在年底之前 所以我们在这个礼拜六 礼拜六的一个台北的演讲会长上 老师要跟大家来讲的主题就是 这次开风秀的一个小确信之后 的一个下一趟的大确信 你要怎么样来掌握 下一趟的一个目标 到底看哪一边 老师会现场算给你看 还有我们既立望F永贯 志贯跟连结 档档大赚之后 下一档的一个长辈股到底在哪里 在现场 老师也会报给你知道 譬如说 我们来看一下 像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 整体的一个状态 像今天台北股市很多人说 台北股市没行情了 台北股市任何的一个股票都要跌了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你看很多的一个股票 今天多亮眼 日洋 他是做什么 蓝宝石基板的一个设备厂 所以你看今天持续的一个大涨在创新高 包含5351的一个预创 做USB3.0的 今天你看亮灯掌停板在创新高 包含3450的一个什么 联群 做4G光圈的 今天持续的一个大涨 还有4G15的一个自身 他也是手机零件的 今天也是同步的一个大涨 还有4733的一个什么 的一个上围 今天怎样 亮灯掌停板 锋利概念股 包含着什么 2402的一个怎样 一家 还有3363的一个什么 上权 你看 今天都同步大涨 你看像一家 哇现在好多人说 哇一家好棒哦 一家很好哦 各位啊 你可以看到一家我们什么时候啊 我们就送给大家了 来 花开富贵 大吉大利金标股 新春开尔盘2月5号 第一档挂头牌的是谁 第一档一家 第二档是什么 第二档是希伯 然后紧接着呢 包含我们会员的股票 建核心 以及2月17号的一个立望 我想当当的一个股票 你看老师都是事先跟大家做分享 你今天你都可以开开心心来赚钱 那么下一档的一个长辈股 到底在哪一边 到底要怎么样来挑呢 我们在周六的一个台北的一个演讲会场上 老师跟大家有约 老师报 给你知 来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咯 好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曾经的价值在哪边 曾经跟其他的分析师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 第一个我们不打没有把握的账 我们不做没有料的一个股票啊 有些股票没有量啊 每天只有几十账啊 但是飙涨停有什么意义啊 看得到吃不到嘛 当你吃到的时候又套牢嘛 是不是时常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怎样 代盘的一个原则嘛 我们所有的一个操作一定皆有所本 有所依据嘛 第二个 老师会帮你严控止股 严守操作几率 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新会员不用帮救会员来做抬交嘛 今天不是说哇很多股票 哇新会员 救会员买进去了 大涨了一段了 然后再叫新会员来抬交 我们不要这样做的 这是我们啊 代盘的一个方式啊 然后呢在对的趋势上对的股票 我们就是放任获利扩大 让你可以一路开心赚到宝 可是当结构有益啊 趋势有变啊 绝不可恋战哦 这个我一直在跟他强调嘛 要懂得什么 持赢保态为上嘛 所以你跟着曾经的价值就是让你可以买的安心 抱的放心 赚的开心 就像啊 3529的一个立望 各位啊 你可以看到啊 立望啊 今天啊 你可以看到我们啊 在什么时候 就跟他做分享 2月17号100块 还记得吧 当时2月17号100块的时候 我敢说市场上没有一个老师敢看好 因为每个老师都认为说 在去年 在前年 立望每次来到100块就摔下来 而且一摔就是两成三成啊 但是为什么每个老师都会这样 这就是看现行的一个盲点嘛 看指标的一个盲点嘛 但是当时候2月17号100块的时候 老师就知道他会今年会有一个怎样 非常大的一个爆发 因为他掌握了一个什么 半途底紧气成长的一个列车 还有物联网大商机的一个体材 所以各位啊 你看 当时候的立望2月17号在100块的时候 老师啊 就带着我会员朋友布局买金 买进之后基本面 我也告诉过大家 然后呢2月21号演讲会场上 你来参加演讲 我也告诉你 立望今年很不一样啊 很多人看到的是一根的一个怎样 长KK棒好多人看到是出货啊 但是我告诉大家这只是一个洗盘而已啊 结果你可以看到一波先标到200块啊 这样就是怎样 就是一倍啦 来到200块的时候 紧接着什么 报纸才开始啊 立多出来了嘛 告诉你啊 前两季赚了1.52块嘛 结果你可以看到 立望一路在标到多少 247块 这一天刚好怎么样 分盘交易嘛 这一天分盘交易我就告诉大家了嘛 我说你不要再追了嘛 要嘛你要等候我的一个讯息的一个通知嘛 你看今天的立望 你还看立望这样一叉叉叉多少 从100块 到247块 你只要能够掌握这样一次的一个机会你是赚了1.47倍 但是如果说来到247块你再去追的话 这样一波杀下来到今天跌破了200块的一个关卡 你看从247到今天189 这样等于是又跌掉了多少 跌掉了58块 将近60块 60块是多少 一张就是6万块 10张呢 像这种股票有价有量的一个好股票 我们一代会员买都是至少买10张20张甚至30张 但是什么地方出手嘛 这个才是重要的嘛 所以啊我时常说嘛 会买也更要会卖嘛 这是真正的财富嘛 就像1589的一个F勇冠也是一样 你看F勇冠 这一波我们从115 3月10号来我们来看一下 F勇冠 同样的一个道理啦 这样的一个隐形的一个冠军股 你看什么时候跟你做分享 3月10号带会员朋友买进 3月19号也告诉你 在这个地方我请你跟上我的一个脚步 为什么因为基本题材 我都帮你做好了 结果你可以看到这一波F勇冠一路的一个标涨上来 那标涨上来 我们直接看后面的一个结果啦 因为时间宝贵 那你可以看到 这样一路的一个怎样 一路的一个标涨上来 然后到166.5块 开心获利出一半 这样多少了 45%了 将近45%了 对不对 45%后面震荡再拉上来 真的欲罢不能啦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会去追 我们带会员朋友欢喜开心 欢度周末嘛 结果你可以看到嘛 当你能够跟上我脚步的时候 然后呢 昨天这样力旺的一个怎样 F勇冠这样的一个下杀 你完全都可以避开嘛 你看今天的一个怎样 F勇冠 持续的一个这样 持续的一个下杀 但是持续下杀 他没行情吗 不对哦 下杀才棒哦 因为下杀才是你的机会哦 到底要杀到哪一边 才是买点 演讲会啊 演讲会老师来告诉你 包含持冠啊 持冠在礼拜五创新高之后 昨天你看轻松卖开心赚 多开心啊 这样又三成嘛 甚至你看 这档的一个股票 连结财户 我要告诉你 我要带你来连结财户 3月26号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那么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然后这样一波飙涨上来 因为他也同样掌握物联网的一个大商机 你看在这几天相对抗铁 这样一波又是怎样 超过三成 超过三成的一个利润啦 这档股票我还没卖啦 你来看 为什么还不卖 因为满足点还没到啊 满足点到哪边 来各位 礼拜六老师开讲演讲会来告诉大家 嘎工秀小确信之后的一个大确信 你要如何掌握 现场老师算给你看 就像在我们在2月21号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看 当时候老师就跟他说过 第一个阶段上看8988 当时候在8230点告诉你天上掉下来的一个礼物 然后拉上来很多人好担心的时候 老师告诉你8988 结果你可以看到这一波来到多少 8978 OK啦 差10点 应该算准了 8978短线 他是怎样 为了上冲下起 上冲下起 看个股 为了就是要走更长远的路 为什么 为什么要走更长远的路 下一波 到底怎么算呢 很简单 在艾瑞特波浪理论里面 大多的行情一定架构在五大三小的基础上 还有邪二第五波必有滚量喷出大涨 的一个风果浪出现 现在都还没有出现 所以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样后面的一个西大波到底 下一波他会上看到哪一边 来 演讲会 老师算给你看 你要怎么样来做掌握 还有力望F永贯 治贯连结之后 下一档长辈股 到底在哪一边 现场会 老师一样 报给你知道 就像 我们 F永贯出一半 获利了结的资金 力望 现金获利换口袋之后 包含自贯 现金获利换口袋之后 我们把资金再转进到下一档哪一档的一个股票 你看 这几天老师跟他分享的一个软板三雄 你要去想想看 第二季到底有哪些的一个股票是忘记 结果你看 当天现买现赚 然后呢 礼拜一 持续大涨再创新高 今天呢 哦 哦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现在涨到这边了 现在涨到这边了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是怎么样 带我们的一个会员朋友 来掌握股票的 我时常跟他说过嘛 我说啊 好习惯啊 才能够为你带来大财户嘛 你一定要不要被自己的情绪所左右嘛 你要学会懂得保护自己不受损失嘛 力望来到247你还在去追 当然你容易受到损失嘛 你要买是买在100块的时候嘛 然后你要懂得什么 充分认识这个市场 还有了解产业的一个脉动嘛 然后来选择 真正值得投资的行业跟公司嘛 那么什么行业才是真正值得投资呢 各位 来 周六台北演讲会上啊 下一档的一个掌握股到底在哪一边 老师赚给你看 你事先预约报名 我们免收场地费 所以祝大家超版顺利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五道